在廣州有五六國買了原油寶的苦主 下午去到銀寶監會上訪 不過當局以疫情為由拒絕接待 他們在門口搭留了一陣就離開 現場保安也未見加強 有苦主計劃未來幾天都會繼續上訪 而在上海、福建、四川等地 都有投資者去到中國銀行申訴 原油寶是中國銀行推出的理財產品 在上個月初國際油價開始暴跌 原油期貨到4月20日 即是5月合約最後交易日時 更加跌到負數 原油寶在當晚10點停止交易時 其油價格都還未跌到負數 但中銀就以停止交易後 4個多宗的接近最低價 每桶負37.63美元同合戶結算 這是我們不能夠接受的一個說詞 從20號晚上10點到22號的銀行通知 我們靠款期間 中國銀行它到底做了一些什麼操作 它有沒有真正拿我們的資金去進行交易 吳俊是湖南益陽市政協兼律師 他用了大約20萬買入1200手 5月的原油寶產品 最終要損失53萬離場 包括他在內的不少投資者質疑 為什麼中銀不停止交易時 即時平倉轉倉 而要客戶承受交易時間後的損失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銀行實際上 沒有給我們平倉 也就是我們認為他們的系統甚至有問題 事件令遍佈各地的投資者 不僅僅本金進失 更加反過來欠中銀錢 有投資者投訴用近400萬買原油寶 到結算時反而虧損900多萬 到欠銀行530多萬 有內地媒體估計 投資者的虧損總額超過310億人民幣 珍以持續發酵 據報在長三角地區 銀保監會收到投訴後 約談當地分行高層 要求他們安撫客戶 根據總行方案和客戶協商 不過有內地媒體向中銀的客服查詢 投資者還需不需要補倉 對方回覆說 如果虧損的話會被視為欠款 又說如果不還錢的話 銀行有權申請將欠款紀錄 納入個人精訊名單 有線電視記者聶樂欣 廣州報導 由市大跌觸發的金融危機不處理好的話 越來越多投資者維權 可能都會影響社會穩定 但要處理危機首先都是釐清責任 雖然經常都說投資會有風險 但今次不少分析都說 產品的設計是有缺陷的 今次損失的應該是誰承擔呢 中行 投資者 還是政府應該出手還購 有人比喻今次中國銀行原油保事件 是金融界的黑天鵝 有分析估計是對市場風險評估出錯所致 看回上次內地大規模金融事件 是2018年過千間網貸平台倒閉 涉及金額過千億元人民幣 大家關注今次疫情之下的金融損失 國家會不會出手挽救或者是保障呢 最終還是要取決於這個規模有多大 如果買原油保產品的人不是特別多 設計的金額也不是特別多的話 我覺得這些人可能會只能自認倒楣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產品 PW因為涉及到很多公司很多產品 要不是太賣了去了 我找人的方式打開 我不能說